上个月中首相纳吉飞往美国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 还在华盛顿为马航签购了16架波音客机 还有未来5年会有超过100亿美元的对美航空投资 帮助强化美国经济让特朗普当手是龙心大悦 美国时间星期一早上白宫再度迎来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 特朗普这回接见的是新加坡总理李显农 他也是大力的向师承推销波音飞机 还没谈政经事之前就先签约的美国制造的购买协定呢 这好像已经成为了商人总统的这种 特朗普式外交的必备手法了 有彭斯远方来不亦乐乎 特朗普在白宫接待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记者会上 一开口就先称赞 我们有首席总理李 一个非常尊重的男人 新加坡都做得很好 继续做得很好 你会不会看到新加坡的倒退 你从来没有看到新加坡的倒退 你会不会看到新加坡的倒退 接着他再说 我们在短时间做了一个短时间 就是签订了一个很大约的合格 里新加坡总理了 买了一百亿多大数千万万万的飞机 特朗普三巨不离购买飞机 李显龙这趟会见特朗普除了是加强双边 51年来的友好关系之外 也见证了新加坡航空跟美国波音公司 签署138亿美元的客机购买协议 并且成为波音7870客机的首批顾客 特朗普还在会上不经意地抛出小蛋 你看波音公司的CEO在总统面前 也不得不屈服于特朗普式的幽默 特朗普叫他不能只说这个国家 要特别强调是在美国 不然就不跟你买飞机了